这个影片介绍一下这个是土拨鼠 然后我们叫它黑尾土拨鼠 这一类型的土拨鼠就是你常在丑布市场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黑尾土拨鼠 然后它们原生地略是Soul American 另外一个就是讲说它在马来西亚的话它是不受管制的 简单来讲就是比较方便就是也不需要去做人的执照的问题 然后它和其它的草食动物大致上都一样 它好的地方就是讲说它可以吃一些蔬菜也可以吃一些为它们煮备和土拨鼠 另外的它和其它面食类的也是一样 你需要提供一些可以让它们磨牙的东西 另外它们也是吃牧草的需要给大量的牧草 去帮助它们磨合它们的后耳和前耳 然后这一个东西的话它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四轮的话是因为它们并不像其它的那些有毛的小动物 它们是怕人的 其实这一些它们是不大怕人 所以户外啊咖布它们的饲养它们也可以活下来 然后它的寿命也蛮长的 7到8年左右养得好到10年 人工饲养的话通常都可以到10年以上 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养这类型它们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不用害怕它会生很多 因为大部分小动物它都会生很多 然后这个它只有在世界的国家会大量盘子而已 在我们马来西亚这种单独的季节的国家 是不能够大量盘子的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讲说 如果你养它养熟人它和你的互动好了 对你建立好一定的信任度 它真的可以像小狗这样你叫它会硬 然后叫它会来 然后这个就是Bayron和其他小动物不同的地方 然后记得关注我们让你更有智慧养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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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